美媒惊呼美中已达战争状态习近平采用着两个措施缓和,美媒知名投资节目主持人表示,当前美中问题不单只是贸易已进展至对中共的战争。 预计这场战火,不会在川习会后,停止大陆有交易员表示,早盘就有大型的中国国营银行大卖美元,明显是为防堵人民币继续下挫。 还有韩国媒体引述中国选扬的消息人士,披露北京当局近期似乎再次收紧了对朝鲜的政策,命令禁止中国企业与朝鲜进行资金交易有分析指出,可能为了G20峰会上的川习会面,提前营造友善分为CNBC投资节目主持人,美中已达战争状态自由时报近日报道。 据美国媒体CNBC报道,过去长期评论中国的白宫顾问纳瓦罗,先前曾表示,若美国和中国当前要达成任何协议已结束贸易战那是必须依循川普的条件,而非华尔街的条件。 对此,CNBC投资节目主持人Jim Kramer便表示,此说法让他想起前总统利根在美苏冷战期间对苏联演说所使用的言论并认为,贸易战将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 据了解纳瓦罗先前曾指出中共在开放市场准入,侵犯智慧财产权,强制技术仪,及不公平的补贴等事,都没有足够的改善,使其对美中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抱持怀疑态度。 事实上今天,也有消息传出美国财政部,上美母亲与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9日曾透过电话进行磋商,但相关官员却也透露,此次协商并未就此取得突破交易元。 中共国家对正大卖美元外汇新闻网13日报道在美元大涨的前提下,人民币周二13日跌至6.97之后展开反弹。 有交易员表示,早盘就有大型的中国国营银行大卖美元明显是未防堵人民币继续下挫。 周二上午,人民币对美元先贬后,升至下午时离安价格,升破6.95,原在碍于6.95五元附近首吻。 美元对人民币日线走势图,近一年以来表现,除国有银行出手之外,中共官方也在政策面及消息面上有所行动。 在政策面上,中国人行people已在最新的报告中,展现捍卫人民币决心在消息面上,则传出中国副总理刘鹤,预计很快将访问美国与美方会谈,以缓解贸易紧张关系。 人行在上周五的三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中,关于人民币的表述,删除了过去五年,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用词,新增并在必要时加强宏观审慎管理的说法市场解读。 这将让年底前跌破期关卡的可能性大减交易商指出,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月底交会面,当局应该不希望这时人民币过于走弱。 因此,由国银银行出面大卖美元,北京对朝政策突变,禁止给朝鲜送钱。 当地时间11月14日,韩国中央日报报道称沈阳当地的一名消息人士,13日透露说,中共政府近期向与朝鲜有经济交易的中国企业下令,禁止给朝鲜送钱,因此现在中朝边境地区的交流比7、8月份少了很多。 该报道表示,中方对朝政策突然收紧,是9月末到10月之间发生的。 投资咨询与双方交易被忘录缔结等仍然在被允许范围,但是国际社会对朝制裁接触之前的资金交易,被明令禁止还有传闻称。 最近从中国运往朝鲜的粮食交易,似乎也被中共政府叫停,而这些粮食交易大部分都是非法的。 就在一个月前10月10日,中共外交官还曾与俄罗斯以及朝鲜的外交官员一起发表联合公告,向联合国安理会建议考虑放松对朝制裁,措施以鼓励半岛发生的积极变化,但遭到美国方面的言辞拒绝。 如今中共人员更主动向外披露中方已收紧中朝贸易政策的资讯,表明试图跳出贸易战泥沼的北京当局正在拿制裁朝鲜这张牌,向川普政府示好,为即将在G20峰会上举行的美中首脑双边会谈,提前营造良好的气氛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